好,今日好高興又來到這裏 我們繼續用神跡歧視去見證 證實所存的道 在二月中吹下的哥哥,張國華 張國華在醫院有病,病重 我就去探望他,但當晚很多人在醫院 我只能跟他說幾句話,就放不到他信耶穌 一個禮拜之後,醫牧師就去探望郭華 神大大使用了醫牧師 郭華就信了耶穌,受洗 然後翠霞的先生、女兒、弟弟 一網打盡,當晚就信了耶穌 所以就好感謝神,大大使用了牧師 過了沒多久,郭華就回天家了 有一天,前幾天,我就覺得很奇怪,在想 我就問耶穌,主耶穌,張國華現在去了哪? 我一向跟主耶穌聊天都很直接 我說,張國華現在去了哪? 就見到一個異象,見到異象就是郭華 頭帶著一個花環 用一些很小的花仔造成的花環 穿件白袍,瘦瘦瘦,怕怕醜醜 不知為何這樣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那裏就好像天堂 在天堂那裏有個迎新派對 為了開了,有個迎新派對 很多人在那裏拍掌歡迎他 在天堂的門口,我見到的景象在天堂門口 很多人拍掌歡迎他 但就沒有我們,不是我們所想的 有東西吃,有薯片,有雞翼,菠蘿腸 沒有的,是沒有東西吃 而那裏有很多的聖徒在門口,歡迎他來到 大家拍掌 我見到郭華就很不好意思 我就覺得奇 在這個異象裏面,我有兩個疑問 因為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他就跟他身邊的強盜說 今天你要跟我在樂園 為何郭華會去了天堂呢? 不應該在樂園嗎? 那裏給我的感覺是天堂來的 那我就去問耶穌斯 我說耶穌斯,人死了 信徒死了之後,去哪裏啊? 我當時沒有說,我會說這個異象的 那我想證實 我們不可以亂作見證,我要證實 那麼耶穌斯就說 樂園就是天堂 樂園就是天堂 那我看他沒錯了 那第二件事我去證實的呢 我就問阿翠霞 為何見到你哥哥 你哥哥是不是很害羞啊? 為什麼他好像很不好意思啊? 那阿翠霞就說 原來他哥哥呢 就是自小呢 不是說非常之受歡迎的人 就可能在天堂 突然之間 那麼多人歡迎他呢? 那個地方那麼好呢? 他身體又沒有病了 沒有痛啊 他又很開心啊 那麼多人去歡迎他 那麼我證實了這兩樣之後呢 我才夠膽講這個見證 我就是那個感覺呢 就是很開心、很舒服、很性潔的地方 真的沒有病沒有痛 而阿郭華的頭頂那個花呢 是那個花環嘛 但是那個花環不是枯乾的花來的 那個花仍然是有生命的 我不是說他在動 而是他還沒死的 那些花摘了下來 穿成一個環也是還沒死的 天堂的花原來是不會死的 也是很漂亮的 我在地上沒有見過這麼漂亮 這麼柔軟的花 而是穿一件白袍的時候呢 給我感覺他是很平安、平靜、很性潔 那我很開心 我可以在安息禮裡說這個見證 是能夠大大地安慰 安慰翠霞的家人 因為耶穌說 他去是為我們預備地方 他去了之後呢 必會的節我們去去那裡 這個真的給我親眼見到 感謝神 天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